下午4点29分 来看看上市贵公司唐融 今天召开董事会 其中有独立董事提议 要把不锈钢业务结束掉 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 但是呢 这样一来就会造成700多位员工失业 想请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汪承文 重吻 好了 今天唐融公司召开董事会 不过呢 在门口却已有好几百位的员工呢 那么举着白布条来抗议 同时呢 他们高举的布条上面写着 读懂不专业 辞职下台 喊出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在董事会当中 有三位的独立董事他们提案呢 要求把这个唐融公司的 不锈钢产业的业务给结束掉 然后转型为资产公司 这么一来呢 就会有700多位员工呢 面临失业的困境 我们来听听工会怎么说的 在今天啊 事业报告的董事会啊 竟然提出说 唐融公司啊 应该关掉 唐融公司不锈钢的贬业 这个器块把它关掉 那只剩下为我们改为资产 估资产管理公司啊 我想对于这一点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 也表达严重的抗议 市的工会指出呢 事实上呢 不锈钢厂成立以来呢 绩效一直非常好 同时为公司累积已经赚进了 200多亿元 然而最近呢 却走到了亏损 这样的一个窘境 那么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是因为决策高层呢 失查 还有呢 存货过多所造成的损失 这是因为这个高层的决策 出现问题并不是呢 基层的员工所造成的 不过现在呢 却要召开董事会呢 里面的独立董事要求 把不锈钢的业务给终极到 非常的不合理 因此呢 来到了唐融公司的门口抗议 以上是我们所掌握到的 最新情形 今天我们还给彭联直播 好 我们看到不锈钢大厂唐融呢 现员工抗议 700名员工恐怕面临失业危机 我们看到不锈钢大厂唐融的 我们看到不锈钢大厂唐融的